生肖运势一直以来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,尤其是年底这个关键时刻。 今天,我要为大家揭秘的是,年底有三大生肖的好运连连,横财一大笔,让人羡慕不已,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 鼠年出生的人,他们的智商情商都非常高,而且他们善于观察,总是能抓住商机。 在年底这段时间,生肖鼠的朋友们会有很好的财运,横财运势尤为明显,他们不仅能在职场上有很好的发展,而且还能在投资,兼职等方面获得意外之财。 总的来说,生肖鼠的朋友们年底财运亨通,横财一大笔,好运连连。 在年底这段时间里,生肖鼠的朋友们会在职场上有很好的发展,他们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敏锐的观察力,总是能抓住商机,为自己的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。 在职场上,他们有可能得到晋升的机会,或者被领导为以重任。 生肖鼠的朋友们要抓住这个机会,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,为未来的事业铺平道路。 生肖鼠的朋友们不仅在职场上有一番作为,在投资方面也有独到的眼光,他们善于分析市场动态,总能抓住最佳的投资时机。 在年底这段时间,生肖鼠的朋友们可以尝试投资一些新兴产业或者潜力股,可能会有一笔横财。 当然,投资有风险,生肖鼠的朋友们也要做好风险评估,切勿盲目投资。 生肖鼠的朋友们还可以利用自己的特长,在业余时间做一些兼职,他们可以尝试从事一些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兼职,如翻译、设计等,赚取额外的收入。 年底这段时间,他们的兼职运势也很不错,通过自己的努力,可以获得一笔不小的收入。 虎年出生的人,他们天生有领导力,而且执行力强。 在年底这段时间,生肖鼠的朋友们会在事业上有所突破,有机会得到晋升或者自己创业成功。 在财运方面,他们也会有很大的收获,尤其是在横财运势上,生肖鼠的朋友们有望收获一大笔财富。 年底这段时间里,生肖鼠的朋友们会在事业上有所突破,他们凭借着自己的领导力和执行力,有望在职场中得到晋升或者自己创业成功。 生肖鼠的朋友们要抓住这个机会,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,为未来的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。 生肖鼠的朋友们年底财运哼通,投资运势尤为明显,他们善于分析市场动态,总能抓住最佳的投资时机。 在年底这段时间,生肖鼠的朋友们可以尝试投资一些新兴产业或者潜力股,可能会有一笔横财。 当然,投资有风险,生肖鼠的朋友们也要做好风险评估,切勿盲目投资。 除了投资受意外,生肖鼠的朋友们还有可能获得一笔意外之财,他们可能会因为一些偶然的机会,不中奖。 赠礼等,获得一笔不小的财富。 年底这段时间,生肖鼠的朋友们要把握机会,做好准备,以免与财富擦肩而过。 蛇年出生的人,他们聪明机智,而且心思细腻。 在年底这段时间,生肖鼠的朋友们会在职场上有很好的表现,得到领导的认可和赏识。 在财运方面,他们也会有很大的收获。 生肖鼠的朋友们可以抓住机会,投资或者在工作之余做一些兼职,可能会有一笔横财。 在年底这段时间里,生肖鼠的朋友们会在职场上有很好的表现。 他们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细腻的心思,总是能抓住工作中的细节,得到领导的认可和赏识。 在职场上,他们有可能得到晋升的机会,或者被领导为以重任。 生肖鼠的朋友们年底财运亨通,投资运势尤为明显。 他们善于分析市场动态,总能抓住最佳的投资时机。 在年底这段时间,生肖鼠的朋友们可以尝试投资一些新兴产业或者潜力股,可能会有一笔横财。 当然,投资有风险,生肖鼠的朋友们也要做好风险评估,切勿盲目投资。 生肖鼠的朋友们还可以利用自己的特长,在业余时间做一些兼职。 他们可以尝试从事一些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兼职,如翻译、设计等,赚取额外的收入。 年底这段时间,他们的兼职运势也很不错,通过自己的努力,可以获得一笔不小的收入。 以上就是我要为大家揭秘的,年底三大生肖的好运连连,碰彩一大笔。 当然,运势只是一个参考,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努力。 希望大家都能抓住机会,努力奋斗,裁员滚滚,生活幸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